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态炎凉 二 就这样你和我母亲住在了一起 那天你母亲外加我还有你儿子一家三口一起吃了一顿饭 我特意将这顿饭安排在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里 表面上看是为了表达对你的重视 其实是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作祟 但你并没有让我的炫耀得益多久 走出酒店时 你悄悄对我说 以后咱就是爷儿俩了 你要请我吃饭就去街边的小店 在那儿我吃得饱还不心疼 是你那太诚实的表情 烫上了我的虚伪 让我觉得 跟一个老师玩心眼 就像大人哄一个孩子的糖球一样 已经接近了一种无耻 你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 她每次见我都嚷嚷要减肥 那与其是幸福的 我又记得从前 父亲还在的时候 每一次我回家 他都跟我抱怨 抱怨我父亲那几乎坚守了一辈子的陋习 你做的饭的确好吃 我在吃了几次之后 对妻子所做的饭颇有几分不满 一次和你们一起吃饭时 我忍不住对妻子说 下次图书做饭时 你在边上学着点 妻子表情中并没有虚心好学的成分 反而有几分愤怒 你赶紧出来解围 你说 我这辈子啥都做不好 就长了点吃的本事 你们可都是做大事的人 千万别跟我学 要是馋了就回来 随时回来 这做饭的 最怕自己做的东西没人吃 那天我们走时 你包了好多你做的东西让我们带上 还把我拉到一边说 再别夸我做的饭好吃了 说真的 谁一说我这个优点 我就脸红 一个大男人 把饭做的好 其他方面草包一个 这哪儿算优点啊 回家的路上 我跟妻子复述了你的话 她说 她这个人天生伺候人的米 天生就愿意滴到泥土里 再骂有福气 老了老了当把皇太后 我一边开车 一边用眼睛的余光 感受妻子对你的亲见 心里并不想替你辩解什么 毕竟 你始终是个外人嘛 三 我们担心家的那天 你和母亲来给我们聊锅底 你严格的按照民间聊锅底的习俗 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可是等到吃饭时 你却没有出现在主席上 到处都找不到你 打你的手机 也是关机状态 像是加算好了时间 等宾客散去 你回来了 仔细地收拾着那些狼藉背盘 将剩菜剩饭 装在你事先准备好的饭盒里 留着回家吃 母亲不希望你这么做 觉得委屈了你 你小声对她嘀咕 晚上我给你新做 这些我吃 母亲说 干嘛天天吃剩菜剩饭呢 你知不知道我见你这样心里很难受 你千万别难受 让我看着这么浪费 我心里才不舒服呢 树赞 我的名字 的钱都是辛苦换来的 咱们帮不了孩子 那就尽量帮她省点 你的话 让我母亲心疼了很久 然后她决定告诉我 听着母亲在电话里替你说好话 我内心的感受很复杂 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份复杂 感到惭愧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心灵有约栏目 明早九点 龙云FM频道见